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要和大家分享的粤剧名领就是张活游先生 张活游生于1909年,出于1985年12月10日 张活游,原名叫做张干宇,就是广东梅月人 毕业于粤剧人才养成所,他是中国粤剧男演员,也是戏剧演员 早年在广州八和会馆粤剧人才养成所 张活游就是在养成所第二期学习的 毕业后参加了彩云天和凤来仪等等这些戏班 后来转入影视圈,参加演出过很多电影 张活游一生演出过的电影就是粤语长片,超过400部 这400部之中有250部,负责主演的 另外剩下的150部就是参演的 以下我们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张活游的生平 张活游原名叫做张干宇,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工人 并且在专演粤剧的广州乐善器园 并且在专演粤剧的广州乐善器园 做过授票园 因为他在热爱粤剧,于是乎 他报考了这个广州八和会馆的粤剧人才养成所 他就是第二期的毕业生 在民国二十五年,即是1936年 张活游就在粤剧养成所毕业 毕业之后,他就在广州的大新公司 在天台游乐场那里演粤剧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充当第二小生 后来就因为得到粤剧名领白玉堂的赏色 就提慧他做粤剧戏班 《轻中华班》的粤剧小生 其后他又参加过《彩云天班》 参加过《凤来仪班》 和《新中华》等等这些戏班 他曾经同过不少粤剧名领 包括涉角仙、《马斯增》等等 这些名领同台演出过 他在粤剧戏班里面 除了演小生之外 他也可以演小舞行当的角色 他一共演出过超过一百个粤剧目 而这超过一百个剧目之中 比较出名的就是《碧荣探监》 和《百门楼斩女报》等等这些剧目 时间到了民国28年 即是1939年 《碧荣探监》 《碧荣探监》 一直到日本侵佔香港以前 他一共主演过29部粤语电影 其中有名的包括《孤嫂粉》 就1939年 《碧荣andra》 《碧荣探监》 都是1939年 《鞍蜂暴雨》 1940年 《碧月》 是1941年 等等 而且他还成为了当时粤语电影的明星,是当穷小生 在香港淪陷期间,他就辰转回到内地 回到内地之后,他就以演粤剧为生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又重新回到香港 就重新拍摄粤语电影 在这个时期,他主演的第一部影片 就是1946年的《闪电姑娘》 然后由1949年至1952年之间 这几年,大约三至四年 就是张活游创作的丰收期 在这个时期,他主演的影片最多 平均每年超过26部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 梁冷艳、感收莲华、红白、卯丹花等等 然后到1952年,张活游和吴楚凡、白燕等 共同组组组组组著名的中联影片公司 他在中联参演和主演影片 主要有 《家》是53年,《春》53年,《秋》54年,《虎凯明登》53年,《春残梦断》55年, 和《戏曲片》《西相記》、《寶蓮燈》等等。 其后两年之后,在1954年,《张活游》又和白燕等共同组了《山联电影公司》。 在《山联电影公司》中的创业作,就是他和白燕主演的《云良》, 和《张活游》的代表作《可怜天下父母心》和《封府》等等。 《张活游》一生演出过的粤语电影超过400部, 其中250部他是当男主角的, 他主演过的名片,除了以上提出过之外, 还有以下这些,《吴家》1951年,《涉人贵三气柳金花》1957年,《苏小小》1961年等等。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张活游》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RN与LM频道。 好,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